瑞税国中结合台北市立儿童娱乐中心教师资源开办科学营 立即吸引了瑞税国中小20多名的学生来参加 教师蔡正丽带领着教导学生利用废弃材料 亲自实验操作各项物理动能理论 也透过做中学学中做特殊的科学很难的迷思 让学生们沉浸在运用科学理论知识的乐趣 在流体动力学伯努力原理指出 无粘性的流体的速度增加时 流体的压力能或胃能势能总和将减少 如此监色难懂的学理字据 瑞税国中科学营一一破除科学很难理解的迷思 那这次学习到底是什么 就有飞行的东西 还有就是扶球 然后不会掉的球 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加速 就是吹气然后那个球不会动 为什么 因为白努力 它是运用什么样的原理让它自己回来 用攻击让它跑得比较快的原理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这个 就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可以飞 其实科学一点都不难 瑞税国中这一场科学到瑞州的科学营 学生们透过了简单的实作操练 不仅瞄懂科学原理更沉浸在知识理论运用的乐趣中 你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有 都没有第一次哦 那你觉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玩那个什么飞机 这个吗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飘很久 可以让它飘来飘去 科学营老师蔡正丽 连续七年来到瑞税国中代科学营 而这些年下来 蔡正丽也看见了学生们的成长与学习 值得请贺 让学生可以验证白努力 怎么样运用在飞行器上面 那我们用简单的珍珠板跟橡皮筋 就可以让它变成弹射飞机 在瑞税曾经有很多次 它的飞机飞出去了以后 飞啊飞啊飞就没有回来过 在瑞税国中带了几年的科学营以后 我发现这边的学生会有成长 科学到瑞中科学营总共有来自瑞税国中 小20多位的学生参加 利用废弃材料 亲自实验操作各项物理动能原理 让学生们做中学学中做 实验探索深奥的科学理论 学生们沉浸在科学的知识里 快乐探索进而提升学习兴趣 校长许俊杰高度肯定 瑞税国中这几年持续的在发展 我们所谓的自然领域的教学 除了在平常上课之外 我们有很多的操作事务 我们希望利用假期比较长的时间 一整天甚至有两天三天的时间 来办理这样的活动 孩子们在没有平常课业的压力之下 更能够去专心的去体验 这样的科学操作的一个活动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了解如何去操作 另外也可以进行所谓的探究学习 欲教欲乐的课程 学中做做中学 开放式探索学习的方式 彻底贯彻落实学校订定 108课纲素养教学成效 校长徐俊杰进一步表示 未来校方也将会利用寒暑假期间 开办相关的学习课程 让学生能多元化接触与体验 课本以外的知识教育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没有